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节目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 拥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 而扶牛山便是这些宝藏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位于中国中部 横跨陕西 河南两省 扶牛山以其壮美的自然景色 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生态资源 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探险家 让我们一同踏入扶牛山 领略这片神奇的土地带来的美妙体验 壮美的自然景色 扶牛山位于中国境内 地理位置十分独特 横跨在秦岭山脉和黄河之间 形成了其独特多样的地貌 由于山体形如卧牛 故称扶牛山 山脉的起伏俊俏 奇特的岩层和来骨在阳光的映衬下 呈现出各种奇幻的形态 漫步在扶牛山 仿佛进入了一个仙境 云雾缭绕 风鸾层叠 每一步都带来新的景致和惊喜 扶牛山主峰海拔高达2200米 它被誉为中原屋脊 登陵主峰顶端 可以俯瞰周围绵延的山脉和山谷 那种壮美的感觉令人心持神往 不仅如此 山上还分不住众多引人入胜的景点 例如仙人楼和仙女风 每一个景点都有其独特的景色和神话故事 为扶牛山增添了神秘和浪漫的色彩 扶牛山的地势变化多样 从平地到高山 从细小的溪流到湍急的河流 给予了游客丰富的探索机会 远足 攀岩 登山等各种户外活动 在这里都能找到适合的地点 这片山区不仅仅是一处美景 更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探险的天然乐园 悠久的历史文化 扶牛山除了其自然美景 还有著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 在这片土地上 历史的足迹遗留深远 扶牛山曾经是周 秦两代的武陵县 更是唐代大诗人杜牧的故里 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化传承 在扶牛山的各个角落 古老的寺庙和庙宇散落其中 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和宗教的传承 其中 广盛寺是扶牛山最著名的寺庙之一 其历史可追溯至千年前 步入寺庙 仿佛进入了一个宁静的世界 古老的建筑 雕刻和佛像都显现出 岁月的沧桑和人们的前程 扶牛山还保留了许多历史建筑和文化遗址 展示了古代建筑记忆和文化风貌 历史的积淡使得扶牛山不仅仅是一座美丽的山脉 更是一本承载着丰富历史记忆的书卷 扶牛山以其壮美的自然景色和悠久的历史文化而闻名于世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自然之美和历史之厚重相得一张 为游客提供了一次难忘的探索之旅 无论是寻觅自然奇景还是感受历史底蕴 扶牛山都能满足你的求知和探险欲望 丰富的生态资源 扶牛山作为一片生态多样性的宝库 拥有着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 山区内分布住各种植被 高山松 游松 红松等树种在山间绵延成片 形成了一幅令人陶醉的自然画卷 这些树木不仅美化了山脉的景色 还为众多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地 在扶牛山的鹤熊 豹子 猴子等珍稀野生动物栖息其中 为这片土地增色不少 尤其是大熊猫 作为中国特有的国宝级动物 它们在扶牛山一带的栖息地被严格保护 也成为游客前来寻访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些野生动物的存在使得扶牛山充满了神秘的氛围 吸引着众多自然爱好者和摄影师前来探寻 此外 扶牛山还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如煤炭 铁矿等 这些资源曾经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 为了维护山区的生态平衡和环境健康 当地政府和居民们正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环保保护 寻找经济与环境的平衡点 探寻扶牛山的奥秘 扶牛山不仅以其自然景色和生态资源吸引着人们 还因其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而备受游客青睐 对于游客和探险家来说 扶牛山是一个无法错过的目的地 你可以选择徒步穿越崇山峻岭 亲身感受大自然的力量和震撼 或者乘坐缆车 从高空俯瞰壮观的山景 享受一场视觉盛宴 你还可以深入山间 探寻古老的寺庙和历史遗迹 感受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魅力 扶牛山的各种活动和景点游客提供了多样的选择 无论你是想追求自然的宁静 还是想感受历史的印记 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管道 在扶牛山的怀抱中 你可以亲近大自然的美妙 领略历史的沧桑 感受文化的魅力 这里将成为你一次身心愉悦的旅途 让你带走满满的感动和美好记忆 无论你是追寻自然之美 还是寻觅历史的足迹 扶牛山都将成为一个引人入胜的目的地